由美国城市杂志美国新闻网与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 共同举办的2023亚太传统乐杰出华人颁奖盛典正式落幕 本次的盛典旨在表彰鼓励杰出华人 推动华人的平等权益 增进东西文化交流 促进族群融合 倡导世界和平 而本届亚太义传统乐卓越奖 授予了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世界形式见识专家李昌玉 著名厨师 烹饪教育家评论员曾文达 著名摄影师普利策奖得主黄公吴 以及Brandy Tsai英雄基金创始人Brandy Tsai 与此同时 当天还颁出了众多杰出华人奖 包括蒙世事业员姚颖凡 美国上海商会会长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张贤 美国梅拉诺演艺公司行政总裁乌苏菲等 民选官员及社区领袖均获得该殊荣 活动主办方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 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在当天表示 近些年来针对美国亚裔的仇恨犯罪越来越严重 他希望通过AAPI传统乐颁奖典礼 表扬优秀美国亚裔发挥榜样的力量 团结社区共同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展现了华人在美国的多元文化和成功故事 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华人积极向上 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 并为促进华人社区的发展 为美国社会和平与和谐做出了贡献 丰鹏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